在这里飞花牵手来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我感觉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回到了汉代 让我们有这个清零的体会 在这里他们青春洋溢热情追爱 海内存自己天涯落比银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在这里收获幸福原定海昏 我会好好的去陪我的爱情 飞花牵手原定海昏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缘情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春暖花开爱情如鱼而至 3月5号由南昌汉代海魂侯国 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办 我们都市频道承办的 飞花牵手原定海昏 三八大型涟漪活动顺利举行 那么相较于之前我们的活动呢 这一次的相亲交友啊 显得是尤为不一样 那么特殊的地方在哪呢 我们一块去现场看一下 南昌汉代海魂侯国遗址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 位于南昌市新建区 2011年南昌汉代海魂侯国遗址 重大考古发现惊艳了世界 对于研究我国汉代政治 经济文化诸方面提供了 生动全新的资料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 全世界的网红旅游目的地 汉代海魂侯国遗址公园呢 是大汉文明的历史风貌 和时代特色的一个集中体现 那么我们在这里举办 婚恋联谊活动 其实是想希望到这里来的活动嘉宾 能够通过去追寻和探索 这份历史的厚重 去穿越千年的时空 给自己的爱情增添一份历史感 沉淀感 伴随着和煦的春风 一百名来自南昌的 优质单身男女嘉宾们 来到了南昌汉代海魂侯国 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可是嘉宾们刚一下车 便执本更衣室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场活动的主题呢 就是汉风汉服 主办方将给每位嘉宾 提供这个精美的汉服 我觉得非常好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个活动 还可以让很多 自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一起 有更多相同的话题 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汉服 以往两千年汉风金牛载 主办方为每一位参与嘉宾 准备了一套汉服 换好衣服后 嘉宾们纷纷入座 在由一把把五彩斑斓的直散 组成的云海下 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情之旅 欢迎各位来到 飞花牵手 人定海昏三八处女节 大型联益活动的现场 好的 今天的活动呢 我们给来点嘉宾 轻轻准备了一系列的游戏环节 为的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帮助在座的男男女女的嘉宾 寻找到自己的真爱 开始热场的依然是广受好评的经典小游戏 爱情阵地 随着音乐响起 大家慢慢卸下了一开始的拘捷 在互相配合中开始认识 迅速破冰 这个其实也非常好 因为它可以增加 我们不认识人之间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深入了解 可以让彼此之间的一些接触 然后可以破除一些 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30号男嘉宾是一位程序员 平时的生活比较两点一线 社交权比较小 因此长期处于单身状态 30号男嘉宾坎言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联谊活动 这是第一次 家里的话也安排过一次 但是很遗憾 双方都没有看对眼 其实我觉得的话 这种做活动的话 是相对来的更好 这种大型的话会好很多 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接触面积更多一点 成功率也更高 也不会像传统相信 那么样的尴尬 这一次他在朋友的介绍下 报名参加了这场活动 也是我朋友吧 他是一开始先参加 往后的话 他是跟我说 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比较可以适合 让我来一下子 谁知道来了之后 被现场的氛围所感染 甚至迫不及待的 想将自己的这份喜悦 分享给身边的单身朋友们 我觉得的话 这个活动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给 给我们接触到更多的一些 比较适临的一些 优秀旅程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单身小伙伴的 像明天的话 明天上班 我就会给他们 自己一个推广 更重要的是 这次活动的主题 让30号男嘉宾非常心动 按文化的话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我也比较宅吧 因为我个人的话 其实也对历史 有相对来说了解 有的时候 你像看那些 《黄龙》上的一些 历史宣传的时候 也会亲到去看的 一百位男女嘉宾 各个身着汉服 在梦回千年的 古戏台前排排而坐 在一轮轮的交谈中 相互了解 各自寻找自己的一中人 有 各方面都有吧 最主要是 首先玩的肯定是长相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就是总体比较满 对 在经过三分钟 交友的环节之后 嘉宾们相互之间 有了基本的了解 接下来就是 打卡完成任务的时间了 男女嘉宾们 需要两两组队 寻找并完成 园区内编中剧场 踏片馆 天宫开悟员 射箭馆 四个点位的通关打卡 集齐四枚打卡印章后 男嘉宾可在 海昏美食城天井处 领取特别礼物 现场赠送给女伴 视为闯关成功 不过在打卡任务开始前 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 通过让嘉宾去 博物馆里面 深度沉浸式的体验 去通过历史的厚重感 去穿越千年的时空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 去来一场干干净净的 带着历史沉淀感的 这种邂逅和预见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遗址博物馆里 嘉宾们为海量的 珍贵文物所惊叹 同时也为在这片大地上 曾经诞生的伟大文化 所深深震撼 我感觉就是有一种 穿越岳的感觉回到了汉代 那我们有这个清零的体会 见证这个汉代的祝侯 这种历史的见证 我们感到很震撼 我们感到作为中华子生 感到是一种很大的 骄傲跟荣幸 飞花牵手 她们热情追爱 海内存自己 天涯落比例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是怎样的巧合 让她们成功牵手 从我第一眼看到她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她挺执着的话 就一直找我 飞花牵手原定海昏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晚安才能早上好 气血固本口服液 那您防重身体 周三呢 我再给您送过去 小虎 我们去看陈奶奶 陈奶奶 最近身体怎么样 好好 认真负责 再多一份体贴 来 活动活动 怎么 技术精湛 再多一份关系 胡大爷 您到哪儿去啊 家里电枪坏了 我不就是电工吗 走吧 我帮您看看 做好本职 再多一份热心 小心点 赶拼赶上 再多一份担当 快来 孩子离开 比本分 多一份 生活就会 多一份幸福 多一份快乐 多一份温暖 多一份美好 港位学雷锋 新时代 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央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 久站 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书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反腹传 补补肺吧 养无疾牌 补肺完 补肺益气 止咳频传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起 干啥都给 3月5号 由我们都市频道 承办的 飞花牵手 原定海昏 3月8号 大型联谊活动 在南昌 汉代 海昏侯国 遗址 国家 考古 遗址公园 举办 嘉宾们 在参观完了 南昌 汉代 海昏侯国 遗址博物馆之后呢 为这里的 海量 珍贵的文物 和璀璨的文化 所震撼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 别样的体验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又会产生 怎样的火花呢 飞花令 这个游戏呢 是我们这次活动的 重头戏 跟大家说一下 飞花令的规则 我们海昏 飞花令的规则是 一人说出一句 带有海字的诗 有没有问题 没有是不是 考验你们的 这个知识储备的时候 到了啊 飞花令原本是 古人行酒令时的 一个文字游戏 到了后来形式多样 要求也不尽相同 本次活动的飞花令 要求说出 与海有关的诗句 但不能和同组的 其他人重复 先从我们身边的 这位三十号男嘉宾 开始 试问卷连轮 却到海棠依旧 厉害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好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没问题 白日一三尽 黄河入海流 棒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哇 厉害 东林结石 已观沧海 好沧的诗 看得出来 台上的嘉宾们 个个都富有诗书 气字华 张口寄来 对答如流 海内存自己 天涯落彼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太棒了 看见没有 我们的男女嘉宾 就是这么有文化底约 非常棒 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他们盖上 印章通关咯 它是比较好的一个形式 因为比较迅传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这样 嘉宾们以组为单位 完成飞花令的挑战 打卡盖章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对彼此的了解 更深入了一些 并且以飞花令为起点 开始了打卡挑战 我们这次活动呢 主要就是主打汉风 汉服和汉文化 通过我们组织的一些 具有汉代文化特色的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处居 投壶 飞花令这种 给大家的相遇相识 增加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在这里大家仿佛穿越到2000年前 体验当时的热门游戏 飞花令 投壶 射箭 投五珠钱等 这次明显安排得很好 而且整个流程非常的合理 然后也照顾到了 女生害羞的一个情绪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就是给我们年轻人 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有这么一个机会 遇见自己的行动女嘉宾 所以说还有这种 汉朝的古文化 所以让我们见证了汉朝文化 也见证了汉朝文化的爱情 穿越到了汉朝文化的 美好的爱情里面 37号男嘉宾 从事酒店管理方面的工作 他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 都市放心爱的活动 我是做酒店管理专业的 我是在南昌周边 一个星期九店里面 在此之前 37号有过一段感情 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感情 之前有相处过 但是因为在北方异地的关系 所以那段爱情是 最终因为异地 所以给那个了 37号男嘉宾说 那段感情他谈了很多年 后来因为异地的原因 只能选择分手 为此他曾沉沦过一段时间 这一次他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报名参加了我们的这场活动 我来这里相信是奔着 振兴交流来的 就是希望找到能够跟自己 过一生的心动女嘉宾 在打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男女嘉宾们两两组队 一边梦幻体验 一边让彼此的感情升温 在这个过程中 37号男嘉宾 率先和心仪的女嘉宾牵手成功 一开始录作的时候 从我第一眼看到她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看中了她是我心动的女生 都挺好的 非常符合自己的最好要求 我觉得她是一个 很温柔善良的女孩 37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是41号女嘉宾 从一开始 41号女嘉宾就感受到 她的热情 她挺执着的吧 就一直找我 从上车开始就一直 就是 一路上帮她拿东西 然后陪伴她 然后呵护她 她喝了我会拿水给她 于是37号男嘉宾 便主动跟随41号女嘉宾 全程360度无死角的照顾 希望能够一起组队 去打卡完成任务 我非常的努力 然后争取到女孩的 对自己的印象 还有自己的 接受的整体的考验 然后所以说 还是努力的 争取到了自己心意的女孩 主动 对 打动了 也正是因为她的热情和执着 终于打动了41号女嘉宾 同时她还有一项技能 更加让对方心动 我是碰巧师 中西餐烹调师 比如说我们江西的干菜 还有粤菜 鲍鱼烧鸡 山葱龙虾 还有龙腾四海 还有很多许多个很多米菜 还有西餐里面的布雷斯基 本来是五星期酒店的大厨 对 原来37号男嘉宾 还有一身份 便是烹调师 巧的是 41号女嘉宾 正好是一位爱美食的吃货女孩 她比较会做吃的 她说她 那你呢 我也比较喜欢吃 一个会做菜 一个爱吃美食 就这样 两人很快就确定要牵手了 当然 还有其他不少嘉宾 在当天的活动中 也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那么接下来 又有多少人能够牵手呢 寻爱之路 她们各不相同 她们相会同事 我觉得她女朋友 我游戏的过程中 想帮她 说哪里讲解 收获幸福 原定海昏 我会好好的去 去陪我的爱情 你可知道 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菲花牵手 原定海昏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江西电视台 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 头晕头痛 血热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头痛 血热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轻血 骨方 砖药轻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砖药轻烘血 梦奇 清洗八味片 你好 我要一支炸鸭 不好意思 只是一支炸鸭了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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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试试这个 好味道 酱心酱 黄胜黄酱家 让孩子健康成长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创办一家好公司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传下去 我做的 你也能做 今天 我们这样爱过 要吃醋 女人爱吃醋 男人常吃醋 得当可疑情 吃醋伤感情 聪明人会吃醋 你说的哪个醋 当然是 长康醋 长康人将沉醋 聪明的人啊 多吃醋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国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 零七九一 八六六 五个三 嘉宾们通过两两组队一起打卡 体验飞花令 还有投舞珠钱 投壶 射箭 等充满了历史感的娱乐活动之后 彼此之间的感情呢 也是逐渐升温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情告白环节当中 又有多少幸运的嘉宾能够牵手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天的活动下来 到了令人期待的真情告白环节 在真情告白环节中 男女嘉宾们首先要登陆金视频APP上的 都市放心爱互选系统 选择心仪的嘉宾 热情还有手艺加成的37号男嘉宾 自然是顺利地向41号女嘉宾告白成功 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 为什么看重她 因为一眼看上去就是一种 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算很自然的一种喜欢 就是深情流露 就是喜欢 是不是 好 那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你也喜欢 她比较会做吃的 比较会做吃的 我们这个没有这个 天润的这个环节 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你就信 你知道吗 这个很危险 你最好今天晚上 你就让她坐一堆试试一试 可以 可以 看见没有 轮子发出来了 你要接轮子 好不好 来 恭喜 恭喜 我会好好的去陪我的爱情 然后跟女嘉宾好好相处下去 然后直直走路回你的店头 只要合适随时都可以 只要合适 看到37号男嘉宾靠着厨艺 和信仪的女嘉宾牵手成功后 25号男嘉宾表示 她也有猜疑 你有什么话想给她说的 唱首歌 你想唱首歌 来吧 来吧 想看你笑 想和你聊 想用你助我怀疑 上一道 红尘点在争吵 像一秒感觉很特好 不怕你哭 不怕你哭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不怕你哭 不怕你哭 不怕你叫 不怕你叫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我的心跳 随你跳 谢谢 谢谢 我问一下这首歌 练过吗 练过 练过就是为了今天 是不是 可以 在30号女嘉宾做出回答之前 主持人康康似乎 已经知道了结果 就是大家知道 男嘉宾和女嘉宾 如果两人看对眼的是 能发现蛛丝麻痹的 他俩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起吃雪糕的 原来细心的主持人早就发现 在活动过程中 25号男嘉宾和30号女嘉宾 有着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 果然30号女嘉宾 选择的心动男生 也正是25号男嘉宾 其实说实话 这样的天儿 能一起吃雪糕 也算有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你们中间 开始度过第一个 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夏天 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 开始 为了打动女嘉宾 男嘉宾们 有的是凭厨艺 有的是靠才艺 还有的是因为细节 比如说22号男嘉宾 开始我也发现了 其实这个男嘉宾有一个细节 就是开头在推划令的时候 真的是帮我们女嘉宾解围 因为很多 你像我们大家 普通人 真要站上台 话筒对着你 你多少会有点紧张 但是你很好地 帮她解围 我看得出来 你忧心了 原来之前在飞花令 环节的时候 2号女嘉宾 因为紧张突然忘词了 一旁的22号男嘉宾 非常巧妙地给予提示 让她顺利过关 从那时起 2号女嘉宾便 对她有了好感 巧的是 22号男嘉宾 也正有此意 那现在就会选成功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她 因为 光是一间公园 感觉 光是一间公园 光是一间公园 对 你们今天是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那今天晚上带她去吃饭 那帮我看 看几锅 好的 那我们送上我们 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精美的绝版情侣对善 恭喜 恭喜两位 需要注意的是 凡是全部打卡成功的嘉宾 还有互选成功的嘉宾 都将会获得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提供的礼物 以上这些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们 虽然方法不同 但都目标明确 可接下来 这对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却有着一些歪打正着的感觉 和你互选成功的女嘉宾是 九号女嘉宾 九号 九号 你俩还挺搭的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她 你为什么会选择她 我觉得她挺能够的 然后 我觉得她挺能够的 然后 我觉得她挺能够的 我游戏的过程中 你想帮她 从哪里长成功 一开始 三十一号男嘉宾 只是想单纯的帮助 九号女嘉宾 完成打卡任务 领取奖品 可是这一路下来 两人竟然感情升温 彼此有了好感 人始于想多拿奖品 这是重力是吧 玩的玩的 发现这人心得挺不错的 就很多拍了 是 也祝福你们两个人 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不好 情侣对善 这个不仅有十个价值 更多的也有收藏价值 在真情告白环节中 共有二十四名男女嘉宾 牵手成功 祝福她们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交往顺利 共同奔赴幸福 同时再在这儿做一个预告 缘分继续在这儿等你 我们接下来呢 还准备在七夕这样的传统节日 去举办规模更大 内容更丰富的 这种联谊交友活动 一方面是弘扬和传播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广大游客 为我们所有追求 美好爱情的朋友们 去提供一段 这种春月时空 一眼千年的这种追爱之旅 春天是一个温暖的季节 更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如果你心有所爱 就像三十七号男嘉宾一样 热情大胆地去爱吧 如果你现在为爱迷茫 或者没有更多选择 不妨加入我们 在这个万物净发的春天里 一起大胆爱 放心爱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想脱单别等待 找二套放心爱 提醒了大家 我们都市频道呢 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的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那么每周我们都会有 丰富多彩的交友活动 在等着大家 想脱单的朋友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都市小红娘的官方微信号 或者是在各大应用市场 下载金视频APP 报名参加我们不定期举办的活动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 07918831 6800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